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我現在在名古屋的高度屋附近 打算拍一個特別企劃 去不同店員推介他們最想推介的產品給我 然後我就會買 在Instagram收集了很多觀眾的意見 有什麼品牌想看 我最私心想看SHIRO和SUKU 所以我們現在出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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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身處在賣化妝品的這一層 找尋目標中 我記得有觀眾說是這個 Decote? 不如問問店員 哦 明白了 OK 我打算這麼多店舖買完 然後一次過開箱的 那條片就會一貫性一點 我懷疑拿著PASSPORT有優惠券 好了 我現在要去一樓拿優惠券再回來買 成功獲得Coupon 我們可以回去繼續 回上來買完第一間 現在就看看SUKU 我看到有一個人 好了 因為這裡不能拍 我之後再跟大家更新 到了到了 找到這個Counter 好了 店員幫我選了一個很漂亮的橙色眼影 我想ADDICTION他們都比較出名就是眼影色 原來那些眼影它可以撕掉那個顏色的名字 然後它原本的設計就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可以拔它出來 再貼回那個名字 之後你想譬如補貨 或者你想再買回來 想知道它的色號的話 你一刷就可以看到了 接著來到這個牌子 我也有興趣的 有時候在日本的雜誌會見過 讓我問一下店員有沒有什麼推薦 好了 這樣就成功買了一個眼影 我給大家看一下那個顏色 就是最新的這個10號色 它右上角有個紫紅玫紅的顏色 也很漂亮 接著到這一站就是最最最多人想看的SHIRA 好 我在百貨公司沙門之前 趕到Snydo那裡 其實新的這個我也覺得很漂亮 但是沒辦法 因為它兩個眼影都是我今天買了的顏色 這個牌子是香港還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大家過來日本的時候逛逛 因為我都覺得它是走一些比較氣質的路線 女神的風格 雖然我不是 新年快樂 終於來到戰利品的part 3 我就會逐間店鋪開箱店員推介我買的產品 現在就開了這個SUKU 店員就推介了他們今年最新出的一個cream foundation 我的顏色色號是25號色 粉底的名字很簡單 叫做SUKU The Foundation 然後容量是30克的 裡面是有一支的棒棒 讓你用來塗一個cream foundation 然後就是這樣 一瓶 我已經不記得了 它是金色蓋 下面是磨砂玻璃瓶 有一個少少的流線型 很漂亮 它一推開 好滑 它好像絲那樣滑 你會看到它的延展性高 但就不會很遠 而且遮瑕力應該不錯 它不會很油的 不會很黏的 是爽的 光澤是很自然的 不會有很厲害的油光 但是透了一個好像皮膚很好的感覺 OK 這個 它的價錢 有些我有留單可以跟大家說的 是13000yen 然後另一個盒是什麼 它就說是買了一個粉底可以加3000yen 就會有這個套裝 打開出來 就會有他們一個比較travel size的碎粉 然後就是他們的base 這個 在它後面沒有寫任何的防曬系數 應該是保濕base 見它不是很貴 我就買了 然後去到Decote 是有觀眾想看的 因為袋子白色 我會很暗 我只會拿裡面的東西出來 這個是店員推介我買最新出的 一個眼部精華 因為他們一個很出名的line 叫做liposum 我有用過這個精華 我也是覺得好用的 是很久之前一個很經典的精華 然後他說今年新出了一個眼部的精華 他都覺得很適合我的 那就叫我試一下 應該他都看得出我的眼袋 所有眼部的問題很嚴重 那就是這一支裡面有20ml 它是7500日圓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裡面泵透 然後 全身的 真的 沒用過的 咦 比較有少少挺身的 但是呢 我印象中它很輕的 一推開是透明 然後是沒有任何的負擔 不會油的 完全吸收完之後 咦 這裡是有粉底的 它是沒有任何的擦字膠碎的 喂 這個OK 我再試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一邊擦 是真的沒有任何的粉底 是擦出來的 這個厲害 多謝觀眾叫我去那裡賣東西 去到這個呢 是Shila的 因為它們如果要一個紙袋 要加錢 我就沒有加到 那我總共是買了四樣東西的 那我心目中一定是香水的了 已經是想好了 一定是買一支的香水了 但是你看到這個袋這麼細 這麼扁 就知道裡面不是有它們最標準的香水 它推介了我這一種細細的香水 都是perfume的 然後它說它最喜歡的味道 就是white lily 第一個就推介了我 因為我原本的budget 都是想過萬日圓的 因為它一支的香水都差不多了 然後這些的小小支是1500日圓 所以我買了三支都是4500日圓 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還有太大支我都用不完 所以它是中正了我下懷 但是我沒有跟它說任何話 我的日文程度是不可以這麼深入去聊天 是很香啊 怎樣形容呢 這個味道是很清新很清幽 一個很女神feel的花香 然後你會感覺到是一個文静的 就是完全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會是你穿白色衣服 一些很鮮氣的衣服的時候噴 很香啊 然後另一個叫Savon 嗯 這個就會有一點點辣的感覺 它一噴出來是會有個性一點的 哦 兩種味道是完全不同Style的 耶 很開心啊 然後它就說 如果一件是我們推介的 但是它未必是最最最 popular的產品 你有沒有興趣呢 我就說沒問題 就是去馬啦 然後這個是要 哦 貴這麼多的 一個打三個 差不多 它是3395日圓 是它們的眼霜霜 一個雙狀的眼影 但是當時它試完給我看 我毫無抗拒能力 一支出來你會看到都是一個霜霜 然後推開 哎呀 過了鏡好像無法展示它的尾 但是它的漂亮呢 真的是這一種的光澤呢 我那一刻是很想買幾支 難怪我最後只買了一支 我記得當時原來我也有少少的理性 你看到是怎樣擠都不會掉 所以它說它自己是很喜歡這個產品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就買了它 這兩個牌子呢 有少少重複的 因為它們都是眼影 大家看我買東西的片段 應該都會看到的了 一個就是Addiction 一個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的牌子 雖然我好像在這條片 就是在我的頻道裡面 沒有什麼它們的東西 但是呢 其實它們剛剛來香港 和未來香港 我都已經有買它們的產品了 那這次呢 他就說不如不要買眼影盤 就是那個店員呢 他就推介我 他選四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幫我砌了一個屬於我自己的 Eyeshadow Palette 三個眼影是2000日圓 然後一個眼影是2300日圓 那總共是8300日圓 那他就送了這個眼影盒給我 我不知道誰打誰了 總之有一個是022P 027M 004PR 還有呢 是016SP的 摸下去呢 是完全不會飛粉的 然後呢 它有個幻彩色 因為隔了太久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 你在手指那裡已經看到 是沒有任何的火粒感 然後那個光澤是很漂亮 然後一滑出來 好漂亮啊 然後另一個呢 就是沒有觀眾說 我也是沒有記得的 叫做 不懂讀 Selfook 對啦 那這個呢 我一看到這個桌子 突然想起就是 我在一些日本的雜誌 是會看到它的蹤影 那我就 一聲不如去 嘗試一下 究竟他們店員會推介什麼給我 然後我沒有想過 都是眼影的 它有兩支眼影掃 然後呢 其中一格是Cream的眼影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 就這樣呢 是會感覺到它壓得很實 那些粉完全不飛粉 在手指呢 也是很平均的 它也很好啊 這個是有驚喜 這個我也有興趣 但是呢 就要試一下用在眼裡再跟大家review 但是我現在很開心 因為這次這個拍片的idea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的 純粹是覺得 平時去旅行 我都是買一堆東西回來 然後開箱 不如來個不一樣的 究竟如果不是我選擇 會是買了什麼的呢 是別人選擇的時候會是什麼的呢 所以呢 我是出於好奇 希望大家都覺得是比較有新鮮感 然後最後一站呢 是在機場買的 就是clay depot 那就問過店員呢 有沒有什麼是你覺得很適合我用的呢 你現在看到我的樣子 因為我是掃眼搭飛機的嘛 那他就說可以試一下那個cushion 叫做radiance cushion foundation dewey spf 25pa 3那家的 對啦 那因為呢 我對他的信心不大呢 我就只買了個review 我沒有買到個case的 他裡面是有一個粉撲 goodgood 摸下去也是一個比較密的粉撲 因為用到他們的occa 30顏色的了 這個的cushion 他一些的粉底呢 一摸下去已經是潤一點的了 這樣拍的時候呢 初步真的在手上沒有任何感覺的 遲些不如去拍一個粉底測試了 因為我都很久沒拍過了 如果現在他沒有呢 又不差的喔 他挺清爽的喔 對啦 希望就不是我本身買過的那隻啦 完全不記得遺漏了一個 就是Style 這個是我買了TOTO三樣東西的 對啦 那本身呢 是店員問我你想要一個化妝品類的推介 還是護膚品類呢 然後我說沒有所謂 他就推介了這些給我 每個星期可以做兩次 但是店員又說可以平時洗臉用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的用法是這樣 總之就是Style這個粉紅色很漂亮的洗臉 名叫做 Deep Pore Cleansing and Purifying Clay Mask 一個泥臟 是有少少好眉好眉好舒服 不會刺的磨砂感的 然後另一個呢 他們都是Blessing Rose的味道 都是有香味的 一個是Hair Oil 一個是Hair Mist 包裝是偏向磨砂的 是不是玻璃呢 因為它很輕 但是這樣敲下去又不是膠的 然後這個Hair Oil 超級輕盈 你看到裡面是不會很稠的 它是非常流動性高的 然後有一個油潤感的 嗯~~好香啊 它是甜美系的一個玫瑰味 我買了這幾樣東西 他就送了一個小小的袋子給我 一個的索繩袋 就是這麼多了 沒有了 好了 終於真的分享了 今次去明古屋買的所有戰利品 一個人去旅行的感想 可能在Vlog那裡拍 可能是開Live 跟大家說 我也不清楚 因為這條片都應該很長的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結束這個的名古屋 爆買十六 這個的最後一集 店員推介我買什麼啦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